《太上说法时,金钟响玉云,百岁长久地,勤蒙不浅淫,天荒散发于华谷正弥晨, 诸天庚善寨,金钟响玉云,燕青八霞光照已毁行,早啊报华高,异世无云深,极极如律令》 今天昆仑红师要来谈《十二言神与三魂七魄》 很荣幸今天台北的谢道元师兄,观圣地经的灵机,来到昆仑山邀寺宫 特别被邀请他来一到露宁 要谈《十二言神与三魂七魄》 首先红师傅要以一个母娘的角度 以一个上帝造物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是在母娘那一边,在上帝那一边,在造物者那一边 要来造这一个地球,整个宇宙 最重要的,最后就是所谓的力量的形成 这个力量,那个红师傅一直在说,母娘势力 母娘势力等于是比较高深的东西 这个东西,荣洪师傅慢慢来说 我们先来谈造物者,先来谈母娘 每一个地方的名词 对造物者的名词都不一样 有的人称上帝,有的人称老祖,有的人称阿拉,都可以 那我想,母娘剖真空,拆灵河,立阴阳 也就是说母娘将这个空间把它剖开了 本来空间是没了,将它剖开了 这个就是等于造就一个空间 拆灵河,把灵拆开,灵拆开 灵拆开,一加负一嘛 那一加负一还是灵 那这个拆灵河,有分别的灵跟一 就有次序,就有时间的产生 那这个慈仙的产生,第三个就是立阴阳 就有阴阳 那有阴阳了以后,于是五行 于是八卦,于是六十甲子 于是天地宇宙的行程 那这个天地宇宙的行程 我们今天要来谈 事实上,这个天地宇宙 所有的宇宙 都是母娘势力 都是母娘的力量的集成 这个母娘力量的集成 促使了200亿年后 包括宇宙运生的期间 200亿年后 形成了由我们高等智慧的人 那这个高等智慧的人 我们就是要来谈人的十二元神 如何看待人的十二元神 要从受精卵开始 从那个男女交合 阴阳交合的受精卵开始 有了受精卵,有了肺孕的以后 这个阴阳的触电融合 这个严审就到了 这个严审就到了 意思就是说我们 在呈胚胎的时候,在呈受精卵的时候 我们阴阳的触电 我们的严审就到了 天地之间 每一个人的严审的DNA都不一样 不是一样的 不是你只有分裂 你是寂宫的灵 你是三太子的灵 不是只有神的分裂而已 事实上每个人还是有本灵严审存在 还是有本灵严审存在 至于是说以后 随着风时 随着地域地区的发展 变成神的一个附身 以及神的灵的存在 那个是再加进来 但是 洪知书要说 最重要的是 每个人都是有本灵严审 那这个本灵严审呢 我们 在另外一个世界 就是无极的母娘的世界里面 还有一个严审跟我们对应 严审不生不灭 那还有一个严审跟我们对 严审不生不灭 严审 那个没有时空的限制 我们生生世世一直在过 那严审得到我们 那一个人 严审的一个修行的感触 得到他的理念 所以说呢 我们啊 在母娘的无极世界那边 我们有一个严审存在 那严审存在 那严审存在 因为那个受精卵 阴阳的和合 就产生了 我的严审 就产生我的严审 那我的严审 有了以后 整个受精卵长大成全以后 就变成本灵了 我的本灵 那每一个元神 每一个阴阳和合 都是有 那个固定的 特质DNA 每一个人的本灵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灵动 都是不一样 那 有了元神 有了本灵 这个胎儿 慢慢的 渐渐的 就会成长 这个成长呢 本来 本来是一个元神 但是呢 因为胎儿成长的关系 肢结的关系 越容易了解 越容易了解 越能够感受 比方说小孩子 慢慢的年轻人 肢结的 我们的一个元神 是一个磁场的对应关系 所以说 会产生的 十二元神 这个十二元神的 那个原理呢 红师傅可以用一个例子讲 就是 GPS 就是所谓的定位系统 您 在地球上 您有一个 发射器 要定位你的 追踪你的 你的地位 但是 不是一颗 卫星就可以 定位的 是要 很多 十几颗的卫星 才能够非常地准确定位到 您的 一个位置 那相同这个原理呢 洪师傅要说呢 我们的本命元神呢 长大了以后 就发展出十二元神出来 十几万神 这个十二元神呢 在我们人 的一个立体的四面八方 都具足的存在 这个具足的存在 让我们 很容易 感受周遭 很容易 有体验 有体悟 甚至于呢 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 穿越时空 我们知道 那个 过去 现在未来 我们甚至知道 小小的地方的我 然后地球 然后整个宇宙的感觉 这些都有 靠十二元神 这些都有 可是啦 想也知道 我们人类 长大了以后 有了智慧了以后 我们 我们 去把它 用在功利主义上面去 每个人 有能力的人 去赚很多的钱 有能力的人 去做大观 是我们自己 蒙蔽了 十二元神的心灵 啊 啊 因为我们把 我们的 重点 放在 数数上的 赚钱啊 啊 潜于欲望啊 啊 自然 你要知道 啊 能够以天地接触 能够 感觉通灵 就没有的事了 啊 就没有的事了 啊 这个是 很现实的问题 啊 十二元神 啊 让我们 可以 穿透 时空了 可以 通灵 达真了 但是同事问 这个世界 有几个人 能够 有几个人 能够 那个 会的人 都去赚钱 啊 啊 谁会想到 深远的 啊 地球上的生态污染啊 谁会想到 深远的 啊 人文关系越来越紧奔啊 只是啊 每个人想要夹缝中 求生存夹缝中 去出人头地啊 都要比别人好而已啊 根本就没有好好地思考 这个人际关系的一个 收眼的一个修复啊 好 不用谈那么多 谈了十二元神的以后啊 有了元神的以后 就产生本灵 啊 那这个本灵 当然 你还有一个心 还有一个 神啊 啊 那就是洪师父所说的三魂七魄的三魂 啊 三魂是指精气神 我们刚刚说的是神格 神格啊 神格啊 从元神发展到十二元神 啊 让我们通透啊 啊 啊 那个地球啊 啊 世界啊 感受到 那个过去现在未来 但是啊 现实的社会 用不到了 啊 只用到去赚钱 啊 有神格 那以后 下一层 啊 精气神 就是气 啊 那因为神啊 无所不在 因为神啊 没有固定的 可以穿越时空啊 没有固定的那个场所 但是 在我们 神灌注于我们的身体的 就是气 啊 气就有气场啦 就磁场转气场 就变气场 啊 啊 整个气的气场 啊 您必须要 啊 去做修炼 去做修持 去做修行 去灵修 的工作 啊 灵修的工作 让我们这个气 点火了 啊 事实上是 那个 能量增加 气的能量增加 那气的能量增加 啊 气场跑 身心灵 啊 啊 身心灵 在灵的一个处置里面 诶 我们 那个 反显力量 我们 我们头脑里面 啊 非常的清楚 了解 世界上的人 人事物的来龙其慢 啊 在我们的 那个 那个 心的层次呢 啊 透过反显 啊 产生了智慧 啊 透过反显 产生了智慧 在我们 身体的一个部分 啊 啊 就是我们现在 道元凶 气来了 啊 它可以 灵动 啊 啊 因为气上升 啊 灵动 啊 那为什么 为了这个气 能够转换出神的磁场出来 啊 这个是目标啊 啊 转换成神的磁场出来 啊 精气神 啊 比较低的是精 啊 智慧的精华 啊 心灵的精华 啊 以及身体的精华 身体的精华 当然呢 是指那一个 我们的 那个 男女的那个 情欲 啊 那这些东西 都是 那个 从身体 比较好的层次 才有办法 这个精 气神 这个精的层面 智慧的层面 就是 普通人所说的 明星见性 能够明星见性 能够有智慧的修炼 洪师父说这还不顾了 哈 因为精气神上面还有气 还有神 哈 你必须要 透过灵动 啊 产生神的磁场 哈 哈 那就是洪师父所说的 先知 先解 哈 明星见性 哈 的上层修炼就是 先知 先解 精气神 就是三魂七魄的三魂 有了这些以后 哈 我们 小朋友出生 哈 小孩子出生 哈 婴儿出生 会哭 哈 开始 就有了 七情六欲 哈 就是 七魄 喜怒哀惧爱物欲 喜好 哈 啊 悲伤 哈 啊 喜怒生气 哈 惧 惧 恐惧 而爱 产生了爱意 哈 悟 讨厌 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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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世界 五卓二世 都是在这个 喜怒哀躯 爱慾欲 在那边循环 有人说 一切皆空 都没有喜怒哀乐 这也不好 哈 哈 那你失魂落魄了 哈 你完全 没有 那个 精神 的层面 也不好 只是说 洪师徒今天讲 十二元神 三魂七魄 是要将 我们的喜怒哀惧 爱物欲 把它提升 提升到精气神的层面 哈 提升到明星见性的层面 甚至于甚至于 提升到 提升到 那一个 先知先解的层面 有人说 很难 洪师说 那是因为 洪城俗事 哈 你在关注别的事情 哈 因为这些事 因为 讲到这些事情 都跟钱无关 是不是 哈 没有人在用心在 在这个地步 有人问说 那通灵 那个 明天的 乐透号码 你懂不懂 洪师徒说 我懂 我当然懂 只不过是 你如果是懂了 如果是中了 洪师徒说 那是你明天开始 哈 生命厄运的开始 哈 因为 你有了一把钱 转变了你的生命 你会乱掉 哈 会乱掉 哈 没有人说 多厉害哈 能够 把钱好好的运用 哈 洪师徒也不干 哈 所以说 洪师徒要您 平时的 做人 哈 平时的修行 哈 哈 这个才是 我们的目的 哈 到了 哈 能够 看清这个世界上 以后 自然呢 先知先觉 哈 明星见星算什么 就是这样子 哈 哈 欢迎哈 哈 各位师兄姊姐 啊能够跟洪师徒来 休息 哈 啊 能够 听听洪师徒的 啊 讲大 啊 能够互相学习 感谢你 谢谢你 谢谢大家 YOS 嗯 我们感圣哈 观圣地区 我们感圣哈 啊 道理之行 啊 来为这里 啊 参照 谢谢 YOS 嗯 YOS YOS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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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睁 呃 一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